好了,事不宜遲,各位師兄又見面 我是阿斐,中老TV 今次真輝投注策略由於6.8已經投場 所以掌握時間,真輝投注一下 一二場,大家開始專攻一二場 阿斐當日選了一號的世界騰王 六號的領航神區 十號的怪獸何俠 最後的投注我亦買過關玩玩 頭邊一二場就過關算數 買法同樣是位置Q 知道阿斐賣馬仔的 都知道阿斐是穩陣 希望有錢收為主 頭牆始終支持了特別喜歡的世界騰王 另外六號的領航神區 十號的怪獸何俠 最後阿斐選了 頭牆都選了有潘頓加持一下 希望過關成功穩陣 王牌之下蘇惠賢的六號就是領航神區 暫時看回賠率是8.4 希望過關到第二場 第二場是開頭的不用看這兩隻 三號的無敵精英和四號的贏盡天下 但如果三勢買了之後 只有2.8 最後五分1650的賽事 其實我對三號的無敵精英 有輕微少少的 不覺得這場反而不太賺 雖然他已經穿了1600 已經多次跑開了 這次的磅數 增磅到135 磅數的五檔 這隻馬仔 上次2月7日才交代完畢之下 現在大勇是他的情況 我覺得由於1分41秒多 這隻贏盡天下 看回同情資料也差不多 跑了一檔 四號的贏盡天下 一檔之下 然後連續兩次 七檔、十一檔 都是1分41秒1 1分41秒9 1分41秒1 快步速也是跑第三名 所以這次我照樣 四號的贏盡天下 看過一線 由於三號害怕死火跑不成的 重磅之下 我覺得我來這裡 我也不贏 連續兩次只有2.3倍 也不贏 我這塊 就是撐回我喜歡的 就是賀明年那隻 八號的飛騰錐 上支差一點 跑過僅僅第三名的離地之下 近期回南天氣 阿斐發哥谷草的草地 你說今天快遞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你把鞋放在外面門口 你吃完飯或回家 或是穿上鞋 便會有七七六六六 那這塊草地 是不是真的 就算不下雨 會不會也有一點點 跑起來沒有那麼好呢 最後 我也選擇前置快放馬為主 多一點的 馬仔 所以 因為它快放情況下 特別是1、2場 快遞 跑到這麼爛的情況 我覺得快放馬 那塊地沒有那麼難 好少少 所以我寧願選擇 照樣上次 緊頸跑到第三名 差少少 還要大支損 這次放一拍 3月3日才跑完 3月6日再追 我覺得這隻馬可以 再上一下 所以我寧願這裡 冷丁那麼爹 撥回八號的飛騰錐 雖然現在 賠率 8.4 暫時為止3.2 應該是不太好 但是最主要是最弱的評分 8號的飛騰錐 和4號的贏盡天下 加分加得多 這裡薄一點 買回2穿1 為止過關 直接投注下去買了 頭1、2場就公佈完了 最主要是這場特輯 有一點雜不漫 比較雜感多一點 亦都想說多一點 題外說 那個叫做自購碼的特別獎金 馬匪 這麼巧 同樣給大家看看多一點資料 螢光幕 現在看到的就是香港馬會的網站 今個賽日 3月6日 分別第四場 有兩隻馬仔 自購碼 額外可以贏了150萬 分別是5號仔的顏色大王 9號仔的博學多才 第五場9號仔是勝益善 第七場的2號仔 還宇峰採 第七號仔的保城之星 有機會爭奪的150萬的特別獎金 馬匪刨完之後 第七場就覺得那兩隻馬仔機會不看 3號仔的金髮城勢太瘋了 呂建威配了潘頓的馬仔 所以第七場 這兩隻馬仔暫時這個賽日 不是你的主場 亦未必贏到150萬 要搏的分別 剛巧巧 第四場的那隻 5號仔的顏色大王 以及第五場的勝益善 阿肥特別喜歡 所以 由於有特別獎金加持的情況下 第四場只有9隻馬仔 阿肥只剩下1號仔的 2號仔的就是巴薩諾 還有4號仔的幸運旅程 還有5號仔的顏色大王 全部馬仔 5個月前的1分09 這個最新時間 是4號仔的幸運旅程完成了 這次不足一檔 美檔都可以選入 大家喜歡 阿肥選的1、2、4、5 全部的賠率 相對性是很熱的 買哪一隻都是 叮噹馬頭的情況下 我選一隻七檔 雖然是千燕米 高冬尼和中日利的117磅 由於我始終都是那件事 南天是 那快地又跑到地市場 是不是那種濕氣會令到馬絕腳之下 5號仔的顏色大王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條片 或者看它的沿途周圍 這裏我不多點評一下 最主要是阿肥之後即時講解一下 由於這隻5號仔的顏色大王 怎樣 現在第二是它的原因 由於它多次跑到谷草千二或前途千二 最主要這個賽季 都是谷草千二為主 137那次輸頸位 都是中日利的 118磅 然後潘頓194谷草那次 八檔 1分10.4 時間是上去的 雖然輸2馬位 但是時間上去 最新了 然後拋開田草那兩次 都是中外檔 都可以是上名 叫它第三名 時間是在1分09.8 1分09.7 主要是阿肥之後看谷草千二那次 它由季初的23秒4 24秒1 到最新 完成時間 1分10.6 足足比前兩次的谷草千二 都是時間上升上去的 黑黑衣心 他肯薄的騎士 126磅 這次是減多5磅 117磅而已 七檔不是特別帥 但是由於馬仔的活動完成時間 是23秒4 比之前有進步 更快一點 最新的那次 2月15日 谷草千二 拋入二檔 僅輸2分1馬位 輸比巴薩諾瓦 輸比有財有勢 當日起碼還有2.5大熱 差就差一點 其實它跟有財有勢 巴薩諾瓦 加上那隻牙塞大王 都是相差非常少 今個賽日 高東來 直接找回輕綁的黑衣心 由於黑衣心 今個賽日是沒有馬騎 由於佛城賽 另外 亦沒有田太安 所以少兩隻香爐 這一場 暴民的閃電 我亦不是特別看好 潘頓那隻米利蟹口 亦是一般 十一倍 現在的情況下 所以巴薩諾瓦 亦是見到 五檔找到班德里 那隻馬仔 近期跑回那隻 是谷草千二那兩次 是一分一十打上 之後那幾次 全部谷草 都是完成時間 和那個 末段 都一般 不是特別好 所以最後 阿斐也是這裡 在這裡 撐了直接買一個 五號仔 就是銀色大王 始終馬房 這裡有獎金支持之下 我搏一搏 就是要一隻五號仔 的銀色大王 由於上次是搏失一點點 這次是來料就來料 所以減回五號仔 的銀色大王 由於 第四場相對性的馬仔 是很容易看多一點點的 但是對比之下 就是 第五場 阿斐就是 信心 差一點點的 由於是有油龍宣鳳 狗狗圍攻 以及標之良子 這些馬仔 最後 雖然現在大熱 是七號仔的赤兔候王 但是待會阿斐也會說到一個專欄 就是四科馬 哪些馬不要買 我最後 這一場 我選了的 都是有特別獎金支持的 就是九號仔 這隻 就是 聖益善 1650米 完成時間 在1分39秒多之下 有一隻赤兔候王 剛剛十射之前 完成了 是1分39秒4 輸個短頭 是輕綁的 就是告巴道去拆棋 對上一隻 現在7.9 2.7 位置一檔 就是巴道拆棋 這隻九號仔的成益線 大家都可以看多一點點 這隻馬仔 上一個賽日 同程賽日 是2月15號 跑完了 距離現在 有半個月休息 然後是419 這隻馬仔 贏了頸位 完成時間 1分41秒 但是 它的沿途走位 是從後面爆上去的 當日輸蝕一點點 然後看一隻馬仔 谷草的1,600 那兩次 黏底那次 輸得黏底 輸得難看的話 都是1分41秒7 都是輸3個幾萬位而已 12檔外檔 霍雲星拆棋 124榜 黏底 上名贏馬那次 是2月15號 好底來的 133榜 找到艾杜納拆棋 當日 是由後 被沿途走位 是慢慢上來的 比那隻快貨馬的赤馬 洪峰 那隻完全由頭領放 從後面爆起身 都可以贏得這麼利索之下 贏得頸位 今次 找回輕磅 足足 是磅數 是減14磅 巴道一檔 1650米 升班上來的特別獎金 巴道肯定力氣一下 但由於對手都不吃素 油龍、川鳳、標子、梁子、馬仔 做競爭對手 九號仔的勝益線 為何這場我會買的 是孖寶 而不是獨贏 頭場的大葉門 銀色大王 希望有特別獎金支持 就是贏馬 第二場不是博冷 穩定或穩定多一點 我不太喜歡七號仔的赤兔猴旺 我覺得死火硬 然後 九號仔的勝益線 亦是輕綁快放一檔 很多有利潮建之下 這裡直接買了一個是孖寶 希望同樣小柱一下 希望這裡直接比獨贏過關更好 穩定多一點 就是這樣買法了 昨天中佬TV的阿斐 另外說了四班千二冷馬的兩場 看完之後 亦覺得薄冷一點 買下去的分頭是非常好 所以這次阿斐 亦會投注一下 分別是兩場四班拆了賽事 在第六場和第九場是如何買法 大家也可以看這條片 所以各位師兄 如果想看二小博大 四班千二拆了賽事 有甚麼深水馬制 可以看分 那裡的第六場 阿斐亦都選了相對性的四隻馬制多的 一號仔的太陽拍檔 六號仔的精明選擇 九號仔的泳彩 還有十二號的就是南驅寶 看完今天的最後的駐馬 暫時是拍片時間 最後的時間 就是一號仔的太陽拍檔 我先選擇 鋼斑馬 這隻馬之前 全部給布民策旗 都有非常好的佳積 這隻馬我不太多說了 最主要我是薄冷一點 這裏推薦的是十二號仔 中日李察騎時是南驅王 這隻馬仔也是那樣 完全是快放馬 叫超輕綁 今天陰陰沉沉是湖南天氣的狀態 十二號的南驅王 我覺得是冷的 可以搏一搏這隻馬仔 這隻馬完全是快放馬為主 所以亦都是輕綁 這隻馬仔之前跑開 這次跑到特當 這隻馬仔 同程時間可以試過是一分一十點多 上次那次找到潘明輝 中日李那幾次 全部時間都是一分一十 最早前都是一分十點三 一分十點六 對比就是 弘才同程時間近期的馬仔 都是跑到一分十一十點多為主 精明選擇一分十一 梯陽拍檔 過往的時間都是一分九點八 所以其實看人拍檔 找了他穩定 另外我寧願去到維治Q 第六場的千二措施 我選了一隻超輕磅 足足給其他馬 就算是給一隻大熱門 精明選擇 足足給人輕了十六磅 所以大家的完成時間都是一分一 十打上底下 這隻七檔十二號的南驅王 直播率極高 阿斐亦看一拖十二 暫時的賠率是一拖十二 是有十九倍 剛才上午那是二十一倍左右 十九倍之下 我亦會直接過關去到第九場 直播多一點 選擇的就是 第九場 選擇的就是五號的胡椒君曹 還有七號的就是旋風飛揚 旋風飛揚 直接是四點六、一點八 蔡若翰和潘頓的配搭 這裡熱門不多說了 試紅花馬試完集回來 上次大熱之下五檔搞不定 這次同樣給了潘頓 肯定得上薄馬 王牌肯定給得一次 另外這裡最主要是跑速的千二米 所以寧願五號的就是胡椒君曹 昨天影片也有阿肥快速說一下 就是他試過是一百十多磅 是他最好的馬匹跑路程的體重 那個磅數 然後再加上重磅是跑不定 亦是試過重磅之下 一谷草一千米賽事 是完成時間和他輕磅的一千米賽事的一檔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四二三谷草一千米是蔡明肖 然後三百二谷草一千米是王志宏 一檔的輕磅王志宏 然後重磅蔡明肖一百三十米八檔 就算這麼宣洩之下 他們的完成時間只差零點一這麼大把 所以重磅之下馬仔開始是適應了之後 直接重磅適應了 直接減磅輕回來跑到一檔 檔位又有優勢 馬仔也是多次胡椒君曹 包含內檔一二三檔 完整時間亦非常好看 所以直接這裏五、七都要進來 暫時這個位置也有十五倍 所以這裏直接不會二穿一二穿三 阿斐亦很有信心 拆了賽事 如果其中一場進入贏後 亦已經夠分頭了 如果兩隻完全全贏買 更加瘋狂,是十九倍成十五倍 以小博大這裏 我加多一點注碼就買三十元 所以為此Q過關 不一定是穩定一定贏的 穩定有機會拼多一點注碼 三十元亦無防 所以同樣 拆了賽事第六、第九場的四班千二 阿斐亦投注碼下去 為此Q在這裏 大家去看 增飛投注策略 完成 說完所有的增飛投注策略 阿斐亦有個新環節 交代一點點 就是死火馬的環節 第一隻死火馬不建議買的 就是第五場 建議不要買 是不要買 大家留意一下 千萬不要買的 就是這隻 千萬不要買 就是第五場的七號仔 尺度猴王 3.4、1.3 高東來找了蔡明 蔡明少 最主要這隻馬仔 大家看進去 我已經不多說了 谷草的千六 這隻馬仔是非常撒家 戰績亦非常好 全部不是輸過短頭 是贏過頸位 但是大家多留意一下 全部 最有利的狀態之下 輕綁之下 都是贏是贏過頸頭 輸就輸過短頭 所以這隻馬仔 其實完全是 制馭和輕綁 才令到他連續四次 都可以一二三名上名 重綁之下 已經是被了欺威森去拆棋 由於這麼巧 欺威森金國賽日 不能出賽 另外田肯安亦沒有上場 多次 阿斐药 再看高東來 比開蔡明少 拆棋那幾次 都是蠻糟糕的 他這隻馬仔 沿途走位 都是以快放為主 這樣拆到小檔 這樣是 蔡明少 可不可以 雖然磅數 這把四次磅很輕磅 可不可以 拆棋得這麼好 這隻馬仔 可以背著三點四 是否真的穩 這裏我就成功疑問了 加上看回這隻馬仔之前 就是蔡明少 在田草千世千六 最主要當時高東來 都好像是給他試騎 試馬就找他去拆騎為主 這麼大把 頹飛拿著超級好檔位 雖然 沿途走位的馬仔 都是相差一點 跟其他馬匹的對比 不太贏得非常尼漢尼納之下 這次 直接轉來蔡明少 我就不太覺得 七號仔的赤兔猴王 這個大熱門是非常直撥的 所以不特別推薦 所以這隻死鳳馬 選了第五場的七號仔赤兔猴王 接著就是第七場的杯賽 建議不要買 不要買的馬仔 現在都是大熱門馬 這隻九號仔 就是鱷士浩斯 升班上來 這隻馬仔在四班之下 以二分一個馬位 僅輸給一隻宏才 過往的拋著菊草 這個賽季 都是1分10.2 1分10.9 最新的一次是1分10.9 檔位 是蔡明少策騎 為主 然後 今天阿肥 好像說的兩隻都是蔡明少策騎 看回他的完成時間 末段時間是23秒1左右 完成時間是輸了 末段時間是23秒多 同樣阿肥看那個 標譚精英也可以攻擊到他 另外 金髮城勢也可以攻擊到他 首先看一隻標譚精英 完成時間是試過 二檔之下是22秒8 最新的一次是23秒多 但總減程時間是1分10.5 最差的兩次 就算沒有上名 僅輸4分3萬位 都是1分10.10 這隻馬仔完全是內蕩 今次唯一輸的是九蕩 所以一號仔的標譚精英 我只可以說他的時間 是今個季初1分09.8 開始1分10.1 1分10.3 最新開始是1分10.5 相對性是回落一點 今次的重磅班德里 這裡是可以攻擊他的因素 但同樣 馬仔也試過1分10.9 最差都是1分10.5 輸個鼻頭 輸個鼻頭 九蕩班德里 這隻一號仔的標譚精英 可以入三甲 可以同樣攻擊一隻九號仔的 就是洛杉浩斯 他只有四檔 磅數輕磅了 但如果是重磅之下 三號仔的金髮盛勢 上一個賽日 稀威心拆騎 呂健威馬房 124檔之下七檔 夾細馬檔位 拋出前米 都可以完全是大勝而回 足足贏了一有四分三個馬奧位 完成時間是1分10.2 根據這隻馬仔 而且這個賽季阿斐亦是從12月6日開始 就是馬坤拆騎的七檔 夾細馬檔位 兩次完全是六格之下 終於可以上名了 但見到七檔都可以1分10.2 這次找了潘頓 足足贏了一個多馬位 加上呂健威是這個賽季 很少可以找了潘頓 由於何則堯 暫時傷患問題 都沒有拆騎 直接在黑衛森之下也沒有拆騎 直接找到潘頓 131磅 雖然重磅 但我覺得同樣 檔位是內移了 黑衛森都可以完全贏過零碼位 當日是18倍比較冷 下跌多、下調多 今個賽季最新低的賠率是6.3 所以我覺得3號的金髮乘勢 亦可以攻擊一隻洛杉浩斯 所以第二門的洛杉浩斯 都是不推薦的 另外亦得到Iman的支持 死火馬亦攻擊一隻不敵薄的馬仔 就是第三場的三號 八進少星 八進少星 由於上一個賽季完全是短頭位置而贏 由於當日拿著已經賺盡了 盪位各方面已經非常好 今個賽季這隻八進少星 是跑到手動外檔 所以 估賠率同樣表現出來 7.9、2.3 所以這次手動外檔 這隻八進少星都不推薦 基本上節省著著馬 不用拖著八號的八進少星 第三隻大熱門不支持不推薦的馬匹 死火馬就是第八場的八號 武林自尊 直接攻擊就是浩斯和潘頓的配搭 拿回四班1650名賽事 完勝時間1分39秒 這是標準 發覺三號的得意佳作 亦可以跟他叮噹碼頭 完成時間亦可以上一個賽日 遙本輝很少找到報名 這次直接強配了報名 還有馬仔 谷草1,600那幾次 是末段時間 阿斐亦可以跟大家說一說 他在2023年12月6日 當日末段時間是23秒7 完成時間是1分41秒4 六格了 3點6的大熱門馬 接著 亦給了潘明輝 末段時間是24秒3 差了一點點 但同樣 是贏了 是時間1分41秒5 最主要阿斐同樣看回最新的那次 1月31日 都找到潘明輝 1分14榜 但末段時間是 是完全比之前的24秒3 足足快了0.5秒 所以八檔都可以充斥 這麼凌厲之下 僅輸1日4分3的馬位 這隻三毛仔的得意佳作 今天是大熱門的報名 肯薄馬騎斯 加上2月17日才是泥底試過閘 對於這隻馬仔非常重視 由於連續五次都有上名機會 即是大熱門 加上 大熱門的武林志專 近期跑開的狀態 都好像一般 上名的已經是追索到第二名 已經是當初的1600 被潘頓去測 輸1個馬位 1分41秒3 每段時間是23秒6 這次 直接陸檔 輕綁的潘頓 武林志專 這次 他完成時間是1分41秒9 足足給一隻得意佳作 完全是慢了0.00 加上當日是8檔 這次是7檔 報名同樣磅數差不多 最主要找到一個 之前是潘明輝 當下巴掌有這麼好的戰績 潘頓那一次是12外檔 1分41秒9 最新那次1月4日 找到西威森多騰拆騎的9檔 1分41秒9 馬仔之前比潘頓那兩次 都是時間是慢慢地跌大墮後 由1分40秒5 到1分41秒3 這次的檔位同樣夾死馬 那個完整時 98號仔的武林志專 我也不是特別看好他的 所以攻擊他的 由於檔位不是最有利評分 另外有隻馬仔 就是4號仔的 重草之王 近這幾次的全部穀草的1600名賽事 都完全是第一名的 雖然會斷程時間 是差一點點 但是1分41秒0 以及1分41秒5 贏了頸位 足足是贏了2-2-2 所以這次雖然找到班德 你過來刷牌 5檔 同樣這隻小號仔的 重草之王 亦可以在王牌之下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可以攻擊一下 就是武林志專 所以熱門的武林志專 我都不特別看好 不建議買 是的 Iman 同樣 都是盯觸一下阿肥 就是第九場 那隻是七號仔的旋風飛揚 旋風飛揚上一次谷草千二 那次五檔 也算是賺了少許內欄 但全時間都比較差一點 今次跑到熱門 是否真的不太行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隻七號仔的旋風飛揚 但跟阿肥撞少許 我覺得賽若還不給他一次機會 被王牌肯定對他有信心 所以七號仔的旋風飛揚 大家怎麼看呢 好了 一次過 講完所有賽事 由真輝投注策略 以及濫馬過關 加上孖寶投注 亦都講完 希望各位師兄 今天下午 贏多一點 是這樣的 拜拜 記得訂閱中路TV 賽馬篇 支持阿肥 港馬仔 拜拜 了解 華 是 雅 超 很 有